100的愤怒精卿 好像全服 100的好像也就一条 起伏不会出的 越起伏越容易失败 带全服为一愤怒精卿腰带 给18段无级别点化套装 拿全服第四的109方寸衫 咱们要把这个无级别 卧槽也是一个18段 给这个无级别衣服 点化个什么套装来着了 猫灵套 兄弟你买复合 有点多多少少买多了 李海哥大气 就李海哥刚才应该是先看他的 李海哥说先看完冯哨子 明明知道看完冯哨子 再看自己的就不那么香了 兄弟们咱们回到一个正常的版本 咱们忘记刚才的18段无级别精卿 就说100的无级 就说100的愤怒精卿 表不表 100的愤怒精卿 好像全服 120的有一条 130的比较多 100的好像也就一条 120的好像一条 150的愤怒精卿没有吧 160的肯定没有 少 人形猫灵 变身之之猫灵之人 人形猫灵 OK 还是王少好 北劲 叶罗哨继续 不多BB 地狱战神 要是变化咒还行 变化咒也不行 主力层也不穿男衣服 金身罗汉 化成刺用的 加体质的 好起来 省父母 是天虎 兄弟们咱们现在退而求其次 只要不是30次就行 五代瑞兽 地狱战神 八蛇 八蛇气是OK的 109级一线套 但是其他4000毛零 4等1 没有办法 就继续 是不是我运气还行 只是他都需要而已 遇到了对的人 只不过不是在正确的时间 我点了吧 少侠今天不足还行 少人一个凤膀 从前给我直播间操心 今天我上风刷吧 还得接着跟着操心 独一先 所以你就知道吗 现在就是我稍微有点情绪 就是他买的凤膀宝珠 买的太多了 有点生气 但是我又没法证明 我的能力 最恐怖的就是一个人 对你的能力失望至极 然后你通过努力 证明确实应该值得他失望 就是他没有办法 无力的 你觉得买的不够 已经满了 哥哥 不存在的 这样 24 24 24 这样的话 任何都能点俩 趁他病 要他命 凌妇女八 红色仙子 华丽成的助理 华丽 完全适合主播单干 对孟宽这么有理解的人 他就是没讲割酒菜 割酒菜都应该开收费直播 如何一个月刷100亿 莫坏西游 最能竞速的男人 别呀 别呀 绿法女娃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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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吸血鬼也是好套 拉折套吸血鬼 都是好套 绿法女娃 她也不拉低 牛头 谢谢戴国坑的火箭 机关鸟就是一个好套 咱们的点花在阿尔多斯里都不错 我蝴蝶仙子确实蓝 五大运输第二次 王哥起伏一次 起伏不会出的 就是像开孔啊 你越起伏越成失败 等他让你起伏能够起伏 而且这个系统自带三次起伏 你这边点击起伏以后 然后再去点化系统里 把那个你起伏的号装直接删除 行不行 两次跋扯 这个时候出了是最爽的 虎口逃生 来吧出吧哥哥 黑山老妖 行啊 这种恶心的黑暗时刻 反正一个号也经历不了几次 没有我昨天一本打掉镜台的吗 黑暗没有18技能 一本打掉镜台黑暗 归成像 不出就不出呗 还骂人 买没买多 确实买多了 你这耳试这么好呢 这家耳试真好 耳试国标8 一个爆3 一个爆5 一个爆2 这耳试天价呀 我操 再加上18段法房 这和法房高的一比 人形猫灵套 记着 起伏成功 OK 哪个爆5 12.8 14 老板拖地 多买两个 怕我没面子 你看 我就说风哨情稍高 本来31个点准挺尴尬的 他替我维护了一家老板 你看看 是不是与人为善 会替人考虑 这么大个老板亲自打弹幕 这也都是硬价 青花词的鬼将确实挺漂亮 现在我发现 这些PK的大佬 已经开始逐渐重视刷任务了 谁都有一只像样的任务宝宝 吃法速度比较快的 18段翡翠和14段黑宝石 哪个贵 翡翠已经开始涨价了 那肯定还是18段的翡翠 贵太多了 16段的翡翠 就比14段的贵贵了吧 叫一翼孤行 一翼孤行 跟特立独行 有点 有一个相同的字 15强64强32强 上一届的话 2024第五届群雄 进入了一个第四 然后现在一届正在进行中 四星二十因为被翻盘了